2027号他说如右图 这里有个图 这个有线圈 只举行线圈 细致于均匀磁场中 如果整个回线圈P1 绕P1走旋转 这P1走旋转 只要当回旋面正转至指面重合的时候 跟指面重合的时候 而VC运动的方向为进入指中 这是进去的 感应电流因指向哪个方向 那因为他磁场是这样进去 我磁场我这里 所以的话 他是这样进去的时候 再变成什么呢 变成他是 他的磁动量往那边增加 所以电流是这样扭的 所以电流应该是这样扭的 对吧 电流应该是这样扭的 好 感应电流方向也是循着V到C的方向 就是那个顺时针 好 若绕V2轴转动 V2轴 那V2轴转动也是一样啊 对吧 对吧 他是这样 VC是进去的话 所以他那个磁场 准备磁场 我可以用电话 所以感应电流是这个样子 所以是这样的 好 这样看呢 VP 当转速一定时 是比较P1与P2为走时 回线中感应电流的大小 应该是一样大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转的时候 你这个当走 对于你这个当走的话 你任何时刻 这两个面都会平行 对吧 对不对 就是说 因为他的面积都一样 转速也一样的话 所以他得到感应电动势 事实上是一样的 回线中感应电流的大小 也当然是一样大 当转速一定时 感应电动势 与回线面积有关系 当然是成正比 因为这个感应电动势 MV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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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mega Assigny Omega D 这感应电动势 所以跟面积是成正比的 第一 摄磁场是大小为1.5特斯拉 C D 摄磁场大小为1.5特斯拉 对吧 AV的话是等于10公尺 AV等于10公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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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0.1公尺 AV是0.1公尺 AV是0.1公尺 這樣面積 面積就等於多少 就等於0.1乘以0.04 就等於4乘以10的負乘匙 公尺的平衡 然後他說這個 問當回線以每秒19.1轉 也就是說這個f是等於2k是120 那omega等於多少呢?omega就120 omega等於120 omega是2πf 所以是120 所生最大感應電動勢為多少? 那最大感應電動勢呢? H0. H0等於多少呢? 等於NBA 然後omega MBA有沒有搞? N的話是多少呢? 它是幾圈啊? 只有一圈而已嘛 對不對?它只有一圈嘛 那B的話1.5嘛 A的話是多少呢? 4乘以10的負乘匙 4-3次方 Om 那這樣子的話呢? 算一算多少? 這呢? 1.5呢? 乘以4 4-5 20 6 6的話 那乘以多少? 120 120呢? 比4x6 就是720 720 6 avm 呈以10的負乘匙 十方法 加到0.72 O2 0.72 O2 4 1